大家真的不要再說小燕姐了 或者哽怒了 讓犯錯的人去承受 所有一切她該面臨的事情 我是覺得這樣 有月替正夏到嗎 有有有有 真的是還蠻可怕的 但因為我的樓層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也還好 當下是報警老公 當下 好啦 真的就報住她啦 老公怎麼辦 好恐怖喔 很恐怖真的是 真的余震太多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 對 怎樣 其實廣角拍得很好對不對 白雲 真的是很皮耶 我傳那個照片 你看 欸 他說 老公滿意現在的轉變嗎 老公一直都沒有嫌棄過啊 他只是叫我不要 常常去 他說有時候我轉過頭來看 欸 這是我媽的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好你媽媽耶 啊大家處理都沒有 笑得正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近那個交通也爆出事件的 有 那女就是可能比較清涼的衣服 嗯 有看到這樣的新聞嗎 有有有有有 還滿正經的 因為平常也沒有什麼聯繫 很少很少 其實我坦白講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 真的滿心痛的啦 再來我很心疼耿爐 因為畢竟耿爐也叫我媽咪 那一直以來 他都是一個非常有禮貌 又很孝順的小孩 我很心疼他 因為在兩三年前 他的弟弟離開了嘛 那時候他封閉了自己 大概有一兩年 再來又遇到先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很辛苦 跟跟如真的很辛苦 我知道他現在的心情 我也不便去打擾 那我們先緩一緩 等一陣子的時候 再來 謝謝 等一陣子的時候 再來跟他傳訊息 跟他講這樣子 再來我更心疼的是小燕姐 年紀都這麼大了 我真的是希望求求大家 不要再波及這些無辜的人 誰犯錯 誰就去好好的懺悔跟面對 讓司法去處理 真的請大家 這個筆下留情 不要再波及這些身邊的人 他們已經很痛了 這段時間 我為什麼會認識到 我們會有一個小燕姐 不想吃的 我會看到 我現在也是一條命 不想吃的 我會認識到